说起豆类食品,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大豆的种类是非常多的,而且功效也各有不同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通信 那就是化石补皮 对于那些脾胃比较蓄弱的人来说 若是经常吃大豆,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 俗话说食人酒胃 然而胃并是三分靠智,七分靠养 所以通过食疗来进行养脾胃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接下来,小编给各位朋友们来介绍四种大豆 若是经常吃,或许能让我们的脾胃变得越来越健康 养脾胃,常用这四豆,坚持每天吃一把 祝你健体养胃,补营养 1.黄豆 黄豆是大豆里边最普遍也是用处最多的一种 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见到一种 黄豆胃甘性瓶 本身就有利尿消肿以及解毒杀菌的功效 尤其是对于胃胀以及胃肌热的人来说 有很好的疗效 同时常常吃黄豆 还能有效地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 2.扁豆扁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用来炒菜 它具有健脾益气,化石小鼠的作用 对于由于皮胃虚弱而出现的上吐下泻 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具有辅助效果 尤其是对于女性白贷异常的人来说 可以通过吃扁豆来进行缓解 但是扁豆不宜多吃 而且一定要熟透 3.豌豆豌豆无论是欧洲还是炒菜都可以 常吃豌豆可以有效地缓解 由于胃胀而出现的打嗝以及胸门等症状 尤其是对于食欲差的人来说 常吃豌豆来进行健脾和安慰 补气一切是非常好的 4.绿豆绿豆作为一种消暑解毒的佳品 用处是极多的 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使用 用它来进行明目咬干消暑利尿以及咽喉盐 肾水肿等各类疾病均有辅助作用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无论体质强弱 绿豆吃多了可能会对脾胃有所损伤 所以一定要适量 豆类食品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朋友 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合理地利用起来 若是你还知晓其他的健脾养胃措施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